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副社長Niki 那相信大部分的學生黨都已經開學了吧 那如果說是像我一樣 已經脫離校園生活超級久的小豆腐呢 應該也有常常會回想起那段無憂無慮 然後穿著制服的校園時光吧 今天呢就來應景一下就是推出 三部最經典的青春校園動畫 那社長呢還有特別列出每部中呢 最大的看點 不管你是不是學生族 那這些呢絕對都能滿足你 讓你在追販的時候呢 也能體驗不同的 青春校園生活 那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不要忘了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任何的新資訊囉 第一部呢要介紹的呢就是 那也有很多人呢稱她為 由漫畫呢改編動畫於2014年呢開始播出 我相信應該有許多小豆腐跟我一樣就是 抱持著滿滿的少女心開始追的 你看這甜蜜蜜的宣傳海報 高大霸氣然後還有總裁風範的帥氣小哥 雙馬尾眼睛冰冰的萌妹子 兩個人呢看起來簡直就是行走的 粉紅泡泡生產機 當時呢天真然後又純潔的我呢 點開的那一瞬間就是 馬上又悄悄的按回的返回鍵 反覆的確認自己到底有沒有走錯棚 開始懷疑難道是我打開的方式錯了嗎 故事呢主要是講述身為高中生的女主角 左昌千代呢鼓起勇氣 像暗戀許有的童年級男生 野奇梅太郎告白 沒想到對方呢 居然給她一張親筆的簽名版 然後還問左昌呢要不要去她家 那左昌呢雖然對這樣子的發展感到非常疑惑 但是還是喜滋滋的前往了野奇的家 沒想到呢等待她的 居然不是就是少女漫畫般的那個甜蜜劇情 而是那個真少女漫 野奇呢就交給了左昌一疊漫畫原稿 然後開始呢就叫她怎麼樣的塗黑啊 而我們的女主角呢還真的是傻傻的 就是開始塗了 就很像是誤入虎穴的未成年免費勞工 而滿頭問號的左昌呢回到家之後呢 就透過了簽名版才發現 野奇同學呢 居然就是現役的知名少女漫畫家 想到這邊呢就有如酒彎十八拐的神展開 大家的腦迴入還跟得上嗎 而所謂的霸道總裁呢 男主角野奇呢 竟然就是比筷子還要比直的萬年木頭 他仿佛呢就是有一個超強大的直男防護罩 完美的呢就是避開了左昌任何的少女的情懷 甚至呢還會用一種非常幻滅的形態回擊 像是左昌呢幻想自己可以坐在就是 野奇的腳踏車後座的時候呢 就是你們都懂吧 就是漫畫中那種 嗯 少女看著男孩肩寬 然後那麼寬廣 然後就會想要默默地躺在她的肩膀上 這樣聞著提香 也有可能是臭的 就是享受那種 也是瘋了我是沙的那種柔情款款 當然呢我們直男野奇呢 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他居然準備了一台就是協力腳踏車 畫風整個就很不對 很像是那種 親子跑去那個什麼農場啊 然後一起就是 踏青的那種感覺 不要說什麼粉紅泡泡的 我腦中呢只有浮現就是 婦女童遊這四個字 總之呢在看了這部之前呢 絕對就是不要喝水 因為除了呢青春校園元素之外呢 他的搞笑能力值呢 還點了一個全脈 看的時候呢就會很好奇作者的大腦結構 那這部呢我覺得最大看點呢 就是有奇特的角色 大家學生時代呢 應該都曾經就是幻想過身邊的同學呢 會像二次元一樣 像是有那種什麼超愛俏課的不良少年啊 或是拔下眼鏡啊 顏值就會超高的男孩啊 或是那個什麼的厚重的瀏海 原來是個美少男之類的 還有那種狂收到女生告白的那種 龜國王子啊 因為看少女也齊君呢 絕對會讓你滿意的 看看我們這個不按照牌力出牌的主角 那他們的身邊呢也都是一些 乖咖 像是表面上呢 超高人氣的王子 內心卻是有少女心的鬱仔足同機身 性格豪爽放蕩不居 常常因為超子女的言論惹怒別人的死檔 還有成績優秀 運動能力超強 甚至收到超多同性歡迎的英俊女生 身高非常矮的話聚社社長 特性單純纖細的學弟 由這幾位呢 展開了真的只能算是雞飛狗跳的高中生婆 如果呢 你的學生時代身邊呢 也是只有那種不讀書 然後呢 但是成績超好的學法 或是那種什麼上課睡覺啊 下課尿尿的那種死檔的話呢 我就非常的推薦 你可以去看一下月刊少女 也齊君 再一次的體驗一下 值得回味的青春校園生活 故障大家回憶裡有沒有那個 荒荒的花花的 胖胖的超大章魚 也就是呢 看起來有夠像反派的沙老師 你沒有猜錯 那第二部呢 要介紹的作品呢 就是暗殺教室 動畫呢 的第一季是在2015年播出 隔年呢 就開播了第二季 那像這一部呢 我們團隊當中的 浮摸編呢 就超級喜歡的 他當初呢 就是會注意到這部呢 也算是純屬意外 因為當時是非常喜歡 然後就接連的 買了好幾次的 就是Trump週刊 結果沒想到 一直被裡面的 黃色章魚給吸引住 他就覺得呢 就是他非常的像 他的童年 陰影就是 吸發吸發 而且呢 還做了噩夢 然後為了要擺脫 就是徹夜難眠的困擾呢 只好就是逼迫自己去看這一部 看看呢 這個黃色章魚會不會在他的心中呢 就是改些規則 結果呢 他就當天 就是熬夜的把動畫呢 刻到最新進度 到最後呢 也是沒有好好的入眠 看完的時候呢 就整整的 已經天亮了 真的是一個 悲慘又淒涼的故事 那暗殺教室的故事主要是講述呢 號稱史上最熊惡的生物 沙老師 自稱已經炸掉七成的月球 然後並且宣告明年就要炸掉地球 這時候沙老師卻突然的擔任起 門秋中學三年一班的班導 並且要求學生在一年內呢 殺掉自己 否則呢 地球將會不保 大廳之下呢 是不是有一點那麼無腦的搞笑戰鬥犯 但其實呢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那本作最大的看點呢 當然是 大家學生時期呢 都碰過什麼樣的老師呢 他們又帶給你們什麼樣的意義 我覺得應該都有好有壞吧 有正有負 但是沙老師的行為還有長相呢 有夠像壞人的 但是他的內心呢 卻是正能量到不行 他引領三年一班所有的同學 開始正視自己的人生 然後那些劇情呢 也可以帶給看的觀眾們 就是滿滿的動力 我覺得沙老師應該算是眾多宅宅們 當中的優質人生導師了吧 作者呢 將每一位的角色呢 都描寫了十分的紮實 也許呢 他們都非常的不突出 但是呢 非常的貼近我們 很容易呢 就會引起共鳴的那種感覺 看的時候呢 就會感覺好像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 這種由沙老師 還有所有的三年一班學生 一步步刻畫出來的故事呢 不拖泥帶水 也不橫窗直撞 在最後一集引爆呢 是我看過 就是動畫當中呢 將收尾收的 我覺得當時應該沒有人看完這集 然後用小魚一包的衛生紙網 結束這回合的吧 非常的感謝就是暗殺教師 還有作者大大 我覺得這部呢 算是有超過一百分的青春校園作 是非常的推薦給大家的 那這一次呢 的壓軸就是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改編是同名的青小說 動畫呢 於2017年播出 這部呢 是社長還有撫摸編呢 共同推薦的作品 我覺得原因呢 就是因為 主角實在是太有魅力的 它是有那種什麼天上天下 然後唯我獨尊的那種感覺 絕對會讓你看的時候就是 有點想像之外 然後讓你迷的不要不要的 故事主要講述主角 林小璐青龍呢 從小就接受了特殊的訓練 被栽培成全方位的精英 不管是智力呢 還是洞察力 都是那種超越眾人的程度 高中時呢 就進入了擁有 就是嚴格等級分別的一個 育成高中 剛開始呢 就被安排在等級最低的 一年低班生活 那為了要順利的 可以度過高中三年呢 林小璐就習慣了低調 然後隱藏自己的真正實力 按意外的 也就成為了班上幕後的操縱者 讓原本呢 在校園社會底端的一年低班呢 產生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 那我相信呢 每個人心中一定都會有隱藏一個 就是中二的心板 幻想著某一天起床的時候 就可以穿越到異世界當中 一秒呢 就可以魂穿成為那個 充滿光環的動漫主角 那你呢 絕對不能錯過這一步 因為主角林小璐青龍呢 就是一直以來就是平靜的掌握所有 卻完全就是不愛搶出頭 然後把自己呢 藏在那個聚光燈之下 就是那種窄窄江湖當中的這一句話 就是 社會我入閣 人何能話不多 誰不會喜歡那個低調化小 又聰明的面談帥哥呢 連色長我這個就是 如同化石般的行動會春心蕩漾 因為我覺得呢 它裡面呢 你可能一開始以為它是個後攻番 但是實際上 它完全不是走這個路線的 讓你打開的時候呢 會玩完全全的 感受到完全不一樣的氛圍感 當然也是加上就是男主角的個性 他本身呢 就是話不多 然後又非常的寡淡的性格 所以呢 對於一般的 就是不管是怎麼樣 同懷送抱啊 或是就是送秋波啊 的那些女生配角呢 他都完全是不為所動 然後一臉就是撲克臉 然後面癱的那種感覺 讓你呢 覺得看起來就是非常安心 它仿佛就是一個戀愛的 隔絕體的感覺 那也難怪這部作品的原作呢 可以連續兩年站上這本青小說 真厲害男性角色的第一名寶座 那強烈的就是推薦這部作品呢 給大家的原因就是 非常的爽 因為在林小璐呢 的智力方面 基本上就是碾壓作品中所有的人 所以可以讓觀眾呢 都可以輕鬆的享受另外一種 就是已經看透一切的感覺 所以呢 如果你們想要看就是那種 眾美女雲集 然後或是想要看角色間呢 鬥志又鬥友 或是呢 只想要單純的看主角智商開掛的話呢 我覺得都可以把這部作品呢 列為必看的補番清單當中啦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三部推薦的 那我自己覺得呢 以校圓為主題的動畫 真的算是 因為每一年呢 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超多 DK啊 的那種類型的作品開播 那其實當時呢 在決定要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社長也有和 就是公司的小夥伴討論了很久 到底要推薦哪一些作品 甚至呢 還很想要把就是 家庭教師給安插進來 所以這三部我覺得應該算是 就是掙扎很久的一個清單 算是呢 想要平衡一下就是 男女生的讀者呢 都會覺得很好看的作品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 就是小豆腐們呢 最推薦的青春校園動畫呢 有哪些 那也別忘了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那如果還有想要看什麼樣 其他的主題的話呢 也歡迎一併的跟我說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要幫我按個讚 然後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祝所有的學生檔呢 就是小豆腐開學愉快 然後學習快樂 那我是Niki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